这是一部尺度比较大的电影 如果你想知道没有男人的地方女人是怎样的 那你就接着往下看 这是国外的一所女子监狱 同时也是一座炼狱 都说女人最能难为女人 这所监狱里有一个戴着头套的神秘人 她以虐待女球来满足自己变态的欲望 女犯只要是犯了一个错 就会被吊在笼子里暴晒一整天 或者绑在行床上受到各种折磨 大壮和她的搭档二狗 是唯一可以自由出入这所监狱的两个男人 两人看见这人间天堂 脑袋里充斥着各种美好的幻想 这天大壮带了一封私信 说是给黑妹的 不过需要黑妹给点好处才能把信给她 单纯的黑妹转过身背靠铁栏 任由大壮开游 年久失修的黑妹哪能受得了这种挑逗 当即叫停要信 当拿到信后发现是黑发妹的 感觉被羞辱的黑妹破口大骂 大壮一副你咬我呀的表情 带着搭档转身离开 不过正是这封信 让黑发妹产生了越狱的想法 她找到大美并成功地说服了她 还策反了黑妹的一个小跟班 怀恨在心的黑妹提出了和小美单挑 并且不讲武德的偷袭 小美也大意了没有闪 两人从草地上打到田里 最后以黑妹的认输 结束了这场养眼的决斗 话说他们要是一直在草地上 打开是多么美好的风景 黑妹的另一个小跟班是一个瘾君子 长期靠着黑妹拿面粉给她续命 而黑妹因为想要帮小跟班拿到面粉 以向狱警透露那封违禁的信味交换 和狱警做了交易 狱警像雷电将军一样 从黑发妹的跑道里 掏出了那封信 然后把就对黑发妹来了一套大宝剑 回到监舍的黑妹动员大家一起越狱 在这种人人自危的环境下 大家达成了一致 这天大壮和二狗两人 和平常一样到监狱送菜 黑妹健壮脱了内部装备 只穿了一件风衣准备勾引大壮 帮她拿到大门的钥匙 准备好之后走到铁门前叫大壮 色迷心窍的大壮欣赏着黑妹的身材 不料一只手被黑妹夹在黑森林里 看她那痛苦的表情 黑妹知道大壮被策反了 而被大壮安排搬货的二狗 路过女澡堂保了一番眼福 可是里面的早已发现了她 这时预警来了 二狗只好装作若无其事地走开 可刚把东西搬到仓库 身后的门突然关了 到底出现在她面前 手里拿了一把刀 威胁二狗和她做羞羞的事 这里想看的朋友自己去搜圆片 正在信头上 狱警突然闯进来 吓得胆小的二狗急忙要逃出监狱 而私长禁谷的小美 则被安排了一套998套餐 准备妥当的众人在吃饭时故 一大打出手 还有人趁乱把饭菜砸在了狱警的身上 当即就被高压水枪冲的四处奔逃 而后黑妹被叫到办公室 狱警早就知道黑妹害怕软体动物 特意为她准备了一条眼镜蛇放在柜子里 心理防线崩溃的黑妹还没接受拷问 就一股脑说出了黑发妹他们的计划 而后陶狱四人组被关进了汉征房 金发妹则被叫到了刑房绑在了刑床上 狱警用眼镜蛇威胁金发妹说出计划 不得不说 金发妹真是够义气 硬是强忍着恐惧一个字也没说 这边黑妹把铁丝绑在了猫的身上 要猫通过通道 把铁丝送到汉征房里 做好一切之后却被嗑药磕坏脑子的小跟班割了猴 而汉征房里拿到了铁丝的黑发妹 在门上做了一个简易的陷阱 然后以说出计划为由诱骗狱警走到门前 趁其不被控制住了狱警 还抢了她的枪 随后众人到刑房解救金发妹 他们想要找出幕后的黑手 暗响了刑房的呼叫器 这时带着头套的神秘人出现在入口 看见是自己人被绑了起来 赶紧跑路准备拿枪 刚装好子弹 却被伸手绞剑的黑发妹打翻在地 拿掉头套才发现这竟是监狱点狱长 御医也被当了人质 而毫不知情的大壮和二狗如约来到监狱 在灌罪守卫之后 大壮拿了要是跑到监设准备和黑妹 来一场酣畅淋漓的大战 可刚开门进去 就看见黑妹已经隔屁了 情急之下 二狗叫上大壮赶紧跑路 出来却被黑发妹等人挟持 要求大壮开车带他们离开 本该安全逃出的黑发妹等人 却因为吃要吃傻的小跟班全部暴露 一个同伴因此死于乱枪之中 黑发妹也不幸中枪 幸运的是大壮的车冲出了重围 清晨逃到树林里的小美 让大壮墙上风韵游存的典狱长 还没来得及发射 就被预警的喊话吓得她赶紧跳下车 而他们已经被包围 黑发妹让金发妹先走 自己和大美一起抵挡追兵 最终两人惨死乱枪之下 大美临死之际用打火机点燃了汽车的油箱 炸死了作恶多端的典狱长 而跑出来的金发妹却在跑路时 悟上了便衣的车被送回了监狱 本片从侧面反映了在强权之下 苟且偷生的人们 为了自由团结起来反抗暴政 以团灭为代价 杀死了残虐的始作俑者 可这终归治标不治本 老话说 君卿则国富名强 君庸则民不聊生 愿黑暗中被光灵所驱散 君庸则民不聊生 你怎么会看到 君庸则民不暴政